史上最奇葩君王,爱狩猎而不好女色,下场竟是这样,稍微了解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中国古代王朝除了大家惜知的唐、宋、元、明、清还有与中元王朝同时存在的小国家如今,辽等辽国存在的时候是北宋时期王族人员复兴耶律蜀契丹族也就是这个存在了二百多年的小国家,诞生了历史上唯一不好的小国家。 女色的奇葩皇帝他就是耶律井众所周知,这世间大多英雄都有美人相伴,江山在卧的帝王更是不例外,我们熟知的皇帝没有哪个不是左拥右抱,拥有无数后宫嫔妃的,尤其是几年来热播的宫廷剧演绎的都是皇帝的女人竞相争宠的故事,但偏偏耶律井就不是如此,史书上记载,他也如其他君王后宫嫔妃无数, 个个都颇有姿色,但这个奇葩皇帝,从来不正眼瞧他们一眼,他甚至连运身刺猴的丫鬟都不用全都换了太监,千万不要以为不好美色的君王就是明君。 耶律井偏偏偏又是除了明的大昏君使,上昏君多是为美人折腰沉迷女色而不理朝政,如唐玄宗耶律井,又不走寻常路线偏偏是因饮酒而悟。 了朝政据记载,他多次喝得醉醺醺后,上朝在醉酒中发号施令杀人无数他曾经长达一个月在外狩猎,这段时间里是没有人上朝主持正事的不仅如此纵然没有饮酒,他也是一样的昏庸。 他多次在朝堂,之上睡着更不谈能听臣子劝劲了,根本听不见啊,甚至国土尽师都说不到他的痛处,有士兵向他汇报某处土地,被大宋占领他态度很淡然,意思是国土丢了就丢了,并且不主张,反击但这昏庸帝君也并非一无是处。 他在清醒的时候告诫大臣说,自己知道自己的毛病,如果醉酒时做了不当的事情,酒醒后可重新劝谏,他并没有躲过昏庸帝王的悲惨下场,虽不如下劫王,周幽王一般做了王国之君,但是也落了个英年早逝,的下场,又一日饮酒欢醉,开始杀人进士怕得不得了贴身小厨,想为自己的性命赌一把,于是联合其他进士趁他睡着, 就杀了他杀死一个昏君如此容易,但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当然时隔多年这几个杀人犯也伏法,耶律仅此时仅38岁正直壮年,但纵然活着坐在多年皇帝恐怕才真成了王国之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